坐上模拟车感受智慧车联网最新技术 民众大开眼界 智慧光明灯随时都能许愿或创造3D数位分身 整合民众日常需求 这些都是全球首创 搭上最新AI技术浪潮 工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跨领域 而且有很多不一样面向的产业 所以其实我们目前在工院里面 集合各个研究单位院所跟团队力量 我们其实在各个面向都已经有很好的规划 工研院C3 ADAS技术 能同时侦测视距内与视距外事件 AI科技正常更要帮民众解决生活中难题 像是开车上路前方如果突发紧急状况 透过透视前车景象系统 后车驾驶如同拥有透视眼一样 克服视线阻隔大幅降低交通事故 渔业定悬翼无人机可抗天后 另外这台表面曲线光滑 橘色抢眼的无人机更是远洋渔业的好帮手 经济部与工研院携手拿造 研发国内首部渔业无人机 建立低碳智慧渔搜机队系统 可奈各种天候诚实长距飞行 自动巡航提升海上作业安全 开发AI渔搜无人机队技术 一键轻松完成航线规划 迅速决策抢得捕捞先机 提升远洋渔业的捕捞竞争力 比如说高雄亚湾的智慧游艇的管理 还有一些跟我们子公司 像互动国际有一些雾峰的 5G的高尔夫球的智慧的一个运用 然后另外的话 我们在明泰科技在日本跟欧美 都有陆陆续去打入一些 5G专门的市场 集结的有19项最尖端的自动性科技 我们在我们的客观主题馆里面 去做展出 我们想这一次 因为Computex是全世界 大家众所瞩目 今年台北电脑展Computex 经济部与工研院 携手展出一系列最新AI科技 就希望台湾成为AI革命中心 打造领先全球的人工智慧岛 明镜新闻高层公众一台北报道